乖孩子啊 乖孩子 你要 你要嘛 走 耶 啥子 小脸 小脸 那个狗 塞在家里吗 刚送来了 他又是来黄花 吃了又酸了 他酸了了吗 嗯 它是个公狗狗 他主人对不对没做缘 男人走去找他有啥用啊 问他为什么要丢它是呀 我会说 结果呢 主人真的想不通 还好 如果我发现如果他刚刚送的话 他就跑了这样 对啊 过来过来 丢边接的嘛 啥子真啊 他小脸洗干净了是不是乖乖 哎呦呦好好 走快快走 走我们进来 过来 我们进来啥 怎么乖 那个嘛 天哪嘛 干的嘛 就赢得了事情 这种情况咋办 跟陈安怡先发消息 我们只能解脱啊 我们不可能把他丢了嘛 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太多了 我们都遇到很多次很多次了 他哪怕送进来都可以啊 他就是怕给大家不收嘛 这个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啊 他这个孙子就是挂在这上面 嗯 那你给他放到那个门 跑掉了嘛 我把他饱了嘛 把他饱了 要不然紧接哪个 孩子熊背 给我逼一下吧这句话 我把他饱了 我把他饱了 简直就是出于从小的家教好 没给他骂出来 乖乖 不怕 不怕 洗的白白的 漂漂亮亮的 然后就把人家丢了 我真的希望那些丢狗的能看一看这个视频 你一个电话要多长时间呢 你给他找个领养很难吗 你们有退路 艾之家有退路吗 想过艾之家吗 六千多条狗怎么养啊 你一只我一只是 你丢了一个累赘 那艾之家这么多个狗狗 陈阿姨不是也养下来了吗 你一条狗有什么不能养的呀 把你当玩具是不是 养了 然后把我们丢了 放心啊 这不会的啊 这不会 这不会不要你的啊 这就是你的家了好不好 来快快来 坐 坐 坐 你看想往外面走 看到没 你看想往外面走 每一次这狗狗进来 看他们进去 不适应的样子 想家的那些样子 你知道吗 就那微微诺诺的样子 真的不舒服心里面 他有选择吗 这辈子没有选择了 你给他什么命 他就有什么命了 他有什么选择吗 他能走吗 不能走 你看他叫 好歹这狗狗给他们带来过开心吧 对吧 你这么不尊重给你带来开心的东西 那你以后就不配有开心 何况还是一条命 就这么丢在那儿 要是今天小李他们就没出来了 晚上一晚上 第二天才发现得了 就摔在那个地方 把你让他怎么办吗 你就这么说 要是你爸妈从小就把你丢到一个 你完全陌生的环境 你是什么感觉啊 他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抱他呀 是有点凶 是有点凶 但没有办法呀 不怕啊 这都要你 不会再没有家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怪孩子 怪孩子 恩 乖孩子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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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好好讲话的嘛 我饱 你咬嘛 你咬嘛 你先咬 咬狗没有 好了吧 疼肯定还是疼 但冬天衣服穿得厚 这个倒还好 发泄一下好了没 好点没 来孩子来 过来来 看到里面先捆着吗